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Cansington Expert Mouse 軌跡球滑鼠 那當初我買這個滑鼠滋味了 欸?到底好不好用?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用了幾天之後 完全我就回不去了 怎麼會有這麼好用的滑鼠咧? 這個滑鼠在用某一些軟體非常好用 像是你的軟體有很多拉桿的 或是你要剪輯影片的時間軸 製作音樂的音軌都非常好用 那如果你要拿來玩遊戲的話 那你可能要練習一下 我自己還是習慣用正常的滑鼠玩遊戲 那我把軌跡球滑鼠的優點分成三大類 那第一類就是精確 如果你用普通的滑鼠來拉 有數字的拉桿 假裝這是一條調整數值的拉桿 那你要調整到這一個點的話 你用普通的滑鼠可能 嗯...接近了 然後不小心 哦...然後就超過了 那你要拉回來就 哦...又超過了 所以你就這樣來來回回 哦...差一點 然後又差一點 哦... 這就是普通的滑鼠會遇到的問題 那你說可以把DPI調低 當然也是可以啊 只是你要一直來回去調整 軌跡球就沒有這個問題 它怎麼樣都非常精確 還有一個超厲害的 就是它如果從左下角的優標 要到右上角 它只要... 那如果你用普通的滑鼠的話 你就要... 一直把你的手腕拿起來 或者是... 滑很遠 那軌跡球你要怎麼用力滑都不會怎樣 因為我的手腕都固定在同一個地方 這個樣子就不會受傷 你也不需要買什麼滑鼠墊 軌跡球根本不需要這個東西 第二個優點就是它按鍵位置 它的左鍵... 是用拇指來按的 我目前也沒有發生什麼 我的拇指啊...很痠啊... 或者是手抖啊... 那我... 用之前的滑鼠呢 我的食指會一直點擊左鍵 又要滾輪 又要左鍵 就這樣子晃來晃去 我的手指頭... 都快解體了 那滑鼠的右鍵你可能就要習慣一下 因為是在右下角 你就要用這一根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手指頭 或者是小拇指來點它 就稍微習慣一下 不然你可以下載它的軟體 你可以把你的右鍵射到這裡 這樣子比較... 符合人體空虛吧 滑鼠的滾輪在軌跡球的旁邊 所以你要用無名指跟拇指來使用 那除非你的手比我長 或者是你要用奇怪的姿勢像... 那第三... 第三個優點呢 就是它非常省空間 你只要有一隻手掌的大小 你還是可以繼續使用你的軌跡球 你用普通的滑鼠的話 你一定要帶一個滑鼠墊啊 或者是一本書一張紙 去當滑鼠墊 如果你用這種滑鼠 不用滑鼠墊的話 第一個 你會上你的滑鼠腳 讓你的摩擦力有所改變 第二個 就是它精確的程度 你可能一下有感應到 一下又沒感應到 你的指標就... 那軌跡球的話 它連滑鼠墊都不需要 你這樣子拿在手上 都可以完美的操控 放在頭頂上 都可以完美操控 那講了這麼多優點 當然 我也發現了幾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它的重量 像這個Master II S 邏輯的滑鼠就150克 我帶出門 都要考慮一下 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滑鼠 因為它有點重 但是 這個軌跡球滑鼠的話 400克 400公克 你... 帶出門你就... 需要考慮很久 到底需不需要用這個東西 第二個缺點就是 軌跡球需要廠商做清潔 你就要把這一顆球拿出來 把下面支撐它的角 給它擦乾淨 讓它維持在最低抹擦力 這樣子用起來 才會跟新的一樣 第三個缺點就是 它滑鼠滾輪 在滾的時候 很容易移動到滑鼠的游標 那如果你不要移動到游標 你就要... 哇 非常的小心 這樣 哇... 哇... 最後一個缺點就是它的品質 我覺得...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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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有軌跡球 跟這個指標的部分是100分 其他的部分應該就60分 這個... 按鍵是怎麼回事 4個按鍵的觸發壓力也不太一樣 像這個非常的輕 這個稍微重一點 這個也很輕 這一個就非常硬 也不知道它的調整 到底是怎麼調整的 中間的滾輪也不是非常的流暢 感覺需要上一點潤滑油的感覺 OK... 這支我們今天來 Cancenton Expert Mouse分享 那這一個滑鼠已經成為我的主力了 就是每天都會用到的滑鼠 那這一個 Master 2S 邏輯滑鼠 已經在旁邊休息很久了 那唯一 我很懷念的就是這一個 超快滾輪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姿勢 咳咳 咳咳 那影片 請看 請看 OK 我會看到大家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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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